线尾藏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连接后面的部分 这个地方是这个包底的部分的连接 大家看一下 12行对应12帧 就这样连接起来 那么把这个包底连接好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顺着往上面连接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连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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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这样顺着给它连上来了 最后这个地方也给它连接好 连接好之后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这一圈就连接好了 把侧面和主体部分连在一起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上面这一部分 一针对应一针的给它勾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在勾的时候呢 勾成印拔针 大家注意看一下 大家注意看一下 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然后直接带到后面线圈 这样就可以了 第二针 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带到后面线圈 就这样一针对应一针的勾过去 勾引拔针 就这样一直勾到最后 好 勾好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一部分的线 给它剪断 然后呢 把内侧这一部分的线位 给它处理一下 好了 我们把这个线尾这一部分处理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连接这个侧面的部分 就这样比对好 顺着连下去就可以了 和这一面的方法是一样的 就这样顺着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中间呢 该换色换色 就这样顺着这样连上来 然后这样一直勾 勾过来 勾到这个地方 停下来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按照刚才的方法 把这个侧面也给它连接好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就不再详细的录制了 好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把这一侧给它连接好 这样顺着给它勾上来 一直勾到最上面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最上面这一行 已经勾了一行的这个短针了 对吧 所以上面就不用再勾了 我们直接勾到最上面这个地方 最上面这一行 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把线拉长 留一个线尾 直接剪断 然后呢 我们来进行一下这个连接 大家看一下 这第一针 这第二针 我们就从第一针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然后找到最后的一个针眼的位置 挑它的后半针 你弄下面这个小线圈 一同这样穿过去 把这个地方给它连接好就可以了 那么连接好之后呢 我们这一部分 它都是一个小变子针的滑形 然后在那一侧 把这线尾的部分藏一下 然后在内侧把这线尾的部分藏一下 把线尾藏好 把线尾藏好 长的部分再直接剪断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主体部分就完成了 上面是这个包盖的部分 然后呢 下面是主体的部分 这一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包盖上面 给它盯上这个扣子的部分 外面呢 需要盯一颗这个圆形的板扣 作为这个装饰 然后内侧呢 需要盯上这个磁力扣 非常简单 我们来缝一下 扣子呢 就给它盯在这个 最中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磁力扣 盯在这个内侧 盯在这个最中间的位置 也叫子母扣 这样对应好就可以了 缝的时候呢 缝这个四角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用这个黄色线来缝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黄色线 给它拆开 穿到这个缝合针里面 那么我们在缝这个磁力扣之前呢 可以在它对应的这个外面 先把这个装饰作用的 这个板扣给它缝好 大家看一下 可以缝这个同颜色的 这个黄色扣子 也可以缝一个其他颜色 都可以 我们可以缝这样一个颜色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把这个扣子缝好 缝好之后呢 我们再对应的 把这个磁力扣 子母扣给它缝好 缝的时候呢 只缝这个四角的这个位置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然后呢 再对应的 把另外一半缝合好 我们再次表现 呢 帮嘅 有点 red 我们再次表现 点击